《巴勒哥》裡面我最喜歡的篇章 其實是《巴勒宋》這篇漫畫 那它裡面講述裡面 對生涯創作出一首紅歌 然後如何去突破 裡面的每一個篇章 後面都會有QR Code 讓讀者邊聽音樂邊看漫畫 歡迎收看咪咪成品YouTube 我是成品職人小寶 想知道書店店員都在看什麼書嗎 今天要向大家介紹兩本 《喚醒回憶》又碰撞出新滋味的台灣漫畫 《綠枝歌》和《巴勒哥》 推薦的兩本書都跟音樂有關 那第一本的話是《綠枝歌》 藉由它描述喜歡戲也形成的一個經歷 而產生了一段青春戀愛的唱片漫畫 特別吸引我的地方 其實就是主角在逛台灣的唱片行 還有日本的唱片行 其實非常貼近我現在的生活 裡面也有提到 70年代在購買專輯的時候 其實是很平 封面 然後憑運氣去購買 不像現在可以透過串流去試聽 相較於以前買唱片 它就比較少了一點冒險的樂趣 因為你其實就可以直接的聽到了 在《綠枝歌》裡面 我們可以發現 戲也形成其實是伴隨著 主角成長的一個很重要的音樂人 他是日本一個非常重要的音樂家 他在60年代幕就出道了 然後後來跟幾位好朋友合組了 重要的一個超級樂團 Happy End 那這個樂團它的重要性就在於 在歌詞上面完全用日文歌詞去創作 不夾雜的任何的英文在裡面 之後戲也形成 近年代算是專注於個人的音樂發展 在他90年代可以聽到很多 Samba或是Tango之類的元素在音樂裡面 《綠枝歌》裡面介紹到的唱片行 店名叫Waiting Loot 它裡面有提到主角 他去那個唱片行買一個樂團的演唱會票 那一間店其實就像台北很多獨立唱片行一樣 有自己的專精風格的音樂 我覺得裡面高研畫到很多唱片的封面 雖然有些只是背景 但我覺得它畫得滿仔細的 對我這種在唱片行工作的人 看到這種細節 就會很想去研究它裡面畫到的是哪些唱片 接下來介紹的另外一本是巴勒歌 那這本書很特別的是在於 它裡面有四個篇章 那其實當初它是透過創作者Pieter Man 跟音樂人Summer Eye 跟台灣的真人文一同去創作 漫畫家Pieter Man在一邊畫的時候 一邊跟另外兩個音樂創作者 討論配合著故事而產生的四首歌曲 巴勒歌裡面我最喜歡的篇章 其實是巴勒送這篇漫畫 那它裡面講述的主角 如何面對生涯創作出一首紅歌 然後自己心境的短折 還有最後如何去突破 裡面的每一個篇章 後面都會有QR Code 可以讓讀者邊聽音樂邊看漫畫 線上串流聽不過影話 它其實也有出一個 七寸黑膠的實體專輯版本 那想要收藏的人也可以來購買 裡面的創作者曾仁文 他的樂團DSPS 早期的專輯 我會不會又收到下午了 最近也出了一卷卡帶版本 那封面其實就是剛提到的 日志哥作者高岩所繪製的 那其實也是另外一個不錯的收藏選擇 今天介紹這兩本書 很適合推薦給 喜歡邊聽音樂邊看書的讀者 特別是巴勒哥 為了裡面的這四個短篇 而特別創作的四首單曲 邊看漫畫邊聽這四首歌 也是一種不同的感受 推薦給大家 喜歡今天的內容嗎 想要看更多精彩的說出影片嗎 以及訂閱迷成品YouTube 並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 字幕製作人數字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